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被蒙在鼓里 整个过程可以知道是如何的仓促 其实在华盛顿时间5月23号的晚上 白宫里面召开了高峰的会议 当时大家的研判 北韩可能变化 但是川普并没有作声 其实他的国安团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国务院主张要办 但是国家安全顾问 特别是他的Bolton 认为千万不要办 他是著名的鹰派 川普睡了一觉之后 他可能第二天一早被说服了 5月24号的一早 他把国安团队再次召集到了白宫 决定他不干了 发表公开戏 就这样 12个钟头之间 他做下了仓促决定 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是 可能川普认为 先变卦的可能是北韩 他不愿意让北韩抢得先机 因此他自己先下手了 至少保住了面子 于是整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如何的发展 然后接下来要如何变呢 整个事情 目前有很多的阴谋论 甚至有人认为 是不是中国的介入 其实外界普遍认为 搞砸的是川普自己 记不记得川普曾经发表 一个书叫做《谈判的艺术》 这本书当中他特别提掉 千万谈判的时候 不要操之过激 如今他自己 就犯了这个最严重的错误 欲促则不达 最后他把自己给弄垮了 当然未来的发展 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或战或合 或者大家再谈一谈 最后搞出一个 新的谈判的日期 这是最可能的发展 不过整个事情的变化 可以看出有一件事情 是完全确定的 套去以前的广告用语 川普对清泽恩可以说是 完全抓不住这名对手 倒数机时炸弹的威力瞬间发微 核市场通道口封成了一片土丘 尘土飞扬伴随融融的爆炸声 这里是北韩空气的核市场 四条通道 七处去追索 在5月24号这一天 化为回境 招来五国外媒 英美中俄平南 和二十几名记者摄影师 在管制区见证 开炸前 北韩军头在一面大看板前 解释坑道位置 接着还打开坑道口 让媒体看一下 但炸药埋放位置数量 还有能炸多深 统统不知道 现场看不到官方 秀出检测仪器数据 口说为凭 外媒身上的检测仪统一没收 来到北韩 这些精英记者像小学生一样 顺序进场再排队出去 不少人为了在开放时间 多拍些画面 搞得气喘吁吁 仔细推敲 这场北韩精心安排的 世纪爆破秀 简直把记者当成最佳领验 二十二号大阵仗 从北京机场出发 五国外媒历史见证人这个身份 让平日见惯大场面的他们 也觉得新奇 我们在北京国际公司 你能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召唤了 我们在这里面召唤了 像个人召唤 偏偏南韩媒体此时 财重北韩地雷 部分还没声称 北韩要求记者团 每人支付一万美金的签证费 未经证实的消息 宛如漩涡般谣传开来 眼见风向不断走歪 北韩官方态度疲变 南韩八人采访团被拒绝不得前往 最后在统一部紧急疏通 二十三号改搭政府运输机 直飞北韩 带各家外媒踏上北韩国土 大火从原山市出发 先搭火车 光备行驶将近十二小时 再转搭巴士 开四小时进入山区 最后途步登山 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才能抵达目的地 过程中饮食住宿 都有北韩送上的高档待遇 但不难发现 官方处处遮掩 让整趟旅程充满美团 正当全球高度瞩目 北韩去河的第一步 七个小时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 随机丢了一颗震撼弹 川普在幕僚团队陪同下 宣布川金会破局 还说他写了一封信给金正恩 说北韩近来 无比的愤怒与公然的敌意 不是适合举行峰会的时机 同时雨带威胁 对金正恩说 你嘴上总爱说自己的核武能力 但我们的核武更强大 我向上帝祈祷 希望不会被用上 川金会从5月16号 北韩英美韩军演及担忧利比亚模式 危机政权扬言取消后 川普还试图努力挽回 六天后南韩总统文在寅 别飞到白宫当和事佬 川普暗示会议可能延期 因为有人从中作梗 但文在寅前脚才刚搭击离开 被刊劳动新闻立刻回击 宣称面对凶财美帝 我们的心中宣腾着无限的复仇热血 也因为副总统潘思 在文在寅来访前 说了这些话 重申金正恩完的格达费之路 是引火自焚 这番宣言成了压垮川金会的 最后一根稻草 向来呛拉的北韩副外长崔善基 回马潘思是无知的笨蛋 这时候川普对川金会 还抱持一线希望 最后在两次内阁会议 担心北韩变卦 美国面子挂不住 川普决定先喊康 川普这句话让北韩随即态度软化 称愿意给美国时间与机会 随时可面对面坐下来谈 没想到川普一个大转弯 不到一天后 推特宣告 6月12号川金会可能死灰复燃 更加码会谈或许不止一天 到底是真是假 谁在虎谁 一副大谈判家姿态的川普 对上同样善变的金正恩 两人游戏玩这么大 全球看傻了眼 让人不禁要问 意料的诚信在哪里 美国跟北韩之间 真是一来一往 如今美国说取消高峰会 而北韩的态度 又突然变得软化 究竟他有没有诚意 要促成高峰会的实现呢 外界真是猜不透 但如果完全没有这个诚意 又干嘛大费周章地 请五个国家的媒体记者 特别到北韩去看 整个核子实验场的封闭过程 当然这个封闭是真是假 外界也有很多的猜疑 但毕竟他是请来的这些记者 而且真的炸掉自己的 核子实验场辛苦建起来的隧道 这个一切显示 北韩内部的确有力量 是希望促成和谈 但也许也有别的力量 表示要强硬的姿态 显然他们也处于 某种力量的拉扯之间 未来如果北韩真谈得成 那一定是经济因素的推动 其实这次记者 前往整个的观看 核子实验场的关闭过程 他们做的是火车 而且花的是两三倍以上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最烂的 就是它的铁路系统 但偏偏举国人民 靠的就是要这个铁路 其实铁路的新建 从过去日本战领时代 就已经盖好了 而且几乎将近八成 是电计划的 你不能说它不先进 但怎么搞成如今的模样 正是它的国家的权利 都会拿来做军事用途 没有钱修 同时也没电可用 如今未来北韩 能不能够改头换面 你看看这些铁路 你就知道 它如今面临的处境 其实是多么的困难 绿皮车身 再加挂一枚北韩国辉 这么一小节车厢 它可是一列国际火车 名叫K27 一个月就两班 从平壤一路摇摇晃晃 开到莫斯科 总长一万一千公里 还是世界最长铁路干线 但中途不准下车 开地平壤后的第一站 是中朝边境的丹东站 然而短待六天 就走完个行程 常常开了十天半个月 还到不了 却因为北韩火车 实在有够破烂 大批乘客被赶下车 雾点已是常态 都因为北韩缺电 缺太凶 遇到金针或是高官外出 视察列车 还得全面停驶 就算发动 时速平均只有二十多公里 超级归宿 更别说碰上空机下线 和铁轨整幕腐烂等 道路障碍 北韩之道铁路网络 早在日志时代完成 全长五千三百公里 且近八成电气化 火车适合北韩山多平地少的地形 加上运输成本低 是发展经济的最根本命脉 于是一九七七年在全国人民大会上 金日成曾喊出 重建铁路 历经祖孙三代 年久失修 北韩铁路已进入最糟糕年代 几乎停摆 就连金正恩都说 北韩交通不变 很可耻 只有庸入时才临时修建铁轨 不止烂 北韩还有条诡异又敏感的铁路线 大石头就摆在铁轨正中央 两韩各自拉起铁门 甚至上锁 百名打死 不想往来 这国江东역 北韩交通不变 看起来 更多 1953年韩正后 这条仅只25公里长的 两韩铁路 就随着两韩关系 会开开关关 金正恩也清楚 北韩铁路没得救 唯有靠外援 4月27号金文会后 打通两韩铁路一度 露出曙光 当时文在宇秘秘密交给他 一纸随身碟 里头藏着一份朝鲜半岛新 经济蓝图 就是替北韩修建铁路 南韩表态愿意投资 背后当然有目的 因为连接北韩就能直通中俄 甚至跨境到欧洲 南韩原定在5月16号 高层会议讨论这件事 全会金正恩扬言取消传经会 无限期延后会议搁置 而南韩会议前后 断讨论的还有这件 北韩史上最大规模的 脱北事件 2016年4月 中国宁波一家北韩餐厅 柳金爆发 集体脱逃 他是当时带着12名女服务生 脱北的餐厅经理 雪江日 两年多后 首都受访坦承 这不是脱北 而是保驾 雪江日和另三名女服务生 一同接受南韩媒体访问 还原当时过程 原来12名女服务生的护照 先遭许江日扣留 被带离中国 迪达马来西亚的南韩大使馆后 才惊绝不对劲 最后一行13人 统统被带到南韩 原来许江日与前来接触的南韩情报院 密谋策反 精心安排这场脱北戏马 为的是刻意营造南韩紧张 彰显当时执政党的反朝政策成功 企图影响4月13号的不惠选举 而许江日在接到南韩指令 带人离开后 就能得到一份政府差事 没想到执政党惨败 当时的南韩总统 胡锦惠又遭台北下台 原先还好的条件也赢了 但到北韩却闹得什么都没有的下场 决定全盘说出 安排三人同房互相监督监视 北韩在海外工作的人向来训练有素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样一点重重 北韩在多次要求南韩遣返这13人 南韩坚持他们也是脱北 双方各说各话 如今北韩关闭高层对话管道后 一路好转的南韩关系 又打回原点 曾经大喊携手共创和平 才过了一个月 就被北韩大导演竞争了很大 为在南美洲的委内瑞威拉 20年前靠制它的石油 曾经是地表上最富裕的国家 20年之后的今天 石油还在地底下 但这个国家已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如今整个人民在独裁的政治领导之下 整个国家经济严重的败坏 他们的失业率高达了三成 而且通货膨胀 严重到你难以想象 国家整个的物资完全缺乏 有100万人已经逃离这个国家 5月20号他们举行一场大选 原本有机会换掉现在这个独裁领袖 直到在野党自己闹分裂 最后这名独裁领袖获得连任 又可以继续再涨政权六年 换言之苦难完全没有结束 反而是变本加厉 今天我们让你看看伟热这个国家 最惨的是医疗物资的缺乏 很多的新生人完全得不到医疗照顾 因此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等明天在哪里 已经成为很多人心头最大的问号 整个国家在一个整个领导之下 到如今走到这一步 令很多人对这个国家 20年来走到的这个恶劣命运 只能够垂头叹息 虽然马斯撒进人群 有人勇敢抓起 朝警方用力扔回去 混乱中一名男子突然全身着火 痛苦地一路狂奔 另一头妇人正在装甲车前 手无寸铁 要军方停止屠杀 这样的混乱在委内瑞拉 整整闹了四年 饥饿缺粮 边境出现逃难潮 百姓习家带卷 前往哥伦比亚 照寻活下去的希望 严重通膨 货币玻璃瓦成了废纸 被做成编制品 贩卖换美金 超市货架空空如也 绑架 抢劫 犯罪率飙升 人民在街头捡垃圾吃 腐烂的蔬菜 就是今天唯一的一层 名不聊声是再贴切不过的形容词 委内瑞拉陷入前走未有的混乱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 南美洲最有钱的国家 夹带强烈反美主义 二十年前委内瑞拉 从狂人经济崛起 选上总统的查韦兹 联合石油生产国 控制油价 执政期间 原油出口占比达总收入的95% 把油变黄金 咸鱼大翻身 但风光不过十几年 查韦兹执政后期 罹患癌症 2013年去世后 由副总统马杜罗接手执政 他曾是公车司机 只有高中学历 结识查韦兹后 从小跟班变身政客 查韦兹器中他的忠心耿耿 却没考虑到专业和远见 成了压垮委内瑞拉的 最后一根稻草 20号举行总统大选 结果却更令人心寒 反对势力分裂下 马杜罗以580万票 取得连任 还要再做六年 看到这儿 您可能也会想问 天怒人怨的马杜罗 到底怎么选上的 我们把时间倒回选前一天 篮球场上没有造势舞台 也没有候选人激情喊话 取而代之的是 一箱箱鸡蛋和冷冻肌肉 食物是马杜罗无声 却有力的武器 同时也是一种勒索 人民担忧 如果马杜罗选不上 会不会连这点食物 都分不到 明以食为天 但更迫切的 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医疗危机 正在委内瑞拉各地引爆 英国记者潜入首都 卡拉卡斯的大型医院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 这名不受如柴的男童 眼神空洞 因为连最基本的抗生素都没有 癌细胞扩散到全身 无助的双眼 仿佛遇见了死亡 不只在医院 八岁的玛利亚 住在离市中心 五小时车辰的郊区 看似无忧无虑 但她患有脑瘤和癫痫 必须每天服药 对抗并破 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打针 吃药 关键是这一罐除颠答 一只玛利亚随时会发作的癫痫 但这小小一罐药 在委内瑞拉有钱都买不到 玛利亚的库存药量 只剩下一天 就在这时 玛利亚发病了 全身战斗 缓慢 爬向角落 玛利亚已经出发 到首都展开巡调之旅 造访的第一家药局 寄慢了人 玛利亚原本就虚弱的小小身躯 戴着口罩跑了将近十家药局 一无所获 入途中癫痫再度袭来 玛利亚全身虚脱 倒在母亲怀里 心肝引致的母女俩 最后来到公园 他们通过特殊管道 联系手中握有欧美各地捐献的药品天使 因为事受违法 女子快速抵达公园 拿出两罐除颠答后 玛利亚的危机在这一刻暂时解除 但这也只够两星期的用量 当我看到一些病人死 我会很惹怂 我会觉得在玛利亚原本 为那边让人民 吃不了温饱 没想到这位名选的草包总统 又来玩反美游戏 因为美国不承认选举结果 于是马杜罗第一道行政命令 正式驱逐两名美国外交官 但除了美国之外 更有超过14个国家 都宣布不承认 委内瑞拉的大选结果 欧盟更考虑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马杜罗千方百计得手的六年新任期 室内由外患夹击的漫漫长路 他的名字叫做历程史多 是日本最著名 也非常奇特的一位登山冒险家 他坚持到各地的征服过程 都是一个人前往 不需要任何的陪伴 更不需要任何的伴随人员 更不依赖任何的氧气筒 这类的工具 他就是要靠着他自己的拼搏 跟坚持力一直攻顶上去 因此他过去大中 他受了很多的苦头 包括在过程当中 他失去了九个手指头 但这一切他都无悔 因为他对山野的热爱 你知道这段热爱的过程 还是当初因为一段失恋 所引发的 但不管怎么样 他一心都要征服 世界各地的山野 包括圣母峰 但是前七次都失败了 第八次他成功了吗 最后他走进了山野 他带来的是什么样 是真正人生的胜利 还是跟山野永恒的共处呢 我们看看这位 山野探险家的故事 三月日本登山家历程史多 准备八度挑战 单人攀登世界最高的圣母峰 行前他接受媒体专访 没想到却成了此生的最后一次 这趟博摄影团队随行 进入挑战过程 不料却在七千四百公尺处 历程身体不适 实在受不了 五月二十号选择下山 随后不见踪影 摄影团队寻路线搜索 二十一号发现他的遗体 死因疑似是敌文症 有人粉丝悲痛万分 谁也没想到 八度挑战圣母峰的老手 竟会永远再次结束了 三十五年的生命 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的 真母峰是他最想征服的 终极目标 但可别以为他天生矫健 体力过人 世上身材非常娇小 身高近162公分 体重60公斤 肺活量与肌肉量 还低于成年男性的平均值 根本不是登山的体格 因此被视为登山界的异类 独处一格的 还有他的登山风格 拿着小琴摄影机边爬边自拍 背包上还有通讯系统 历程通过网路直播 把登山过程及时传送到全世界 出来上がりました じゃあチキンです 7500mでカレーを食べる 真旨い こちらクリキより Twitter更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星しか見えなくて 真っ暗で 本当宇宙みたいなところです 大阪一望 登山家旧式英雄的刻板印象 历程将悲欢喜乐 失败与挫折感 都与全世界分享 揭开挑战过程的神秘面纱 他称之为共享冒险 痛苦时他会说戏气话 流下悔患的泪水 而宫顶时他也会大声呐喊 最真实的心境与过程 原汁原味在网路上同步呈现 一边直播一边挑战 失目风增加了攀爬难度 历程的坚持 还有这一个 他执着不守氧气筒 多次挑战丹人 无氧攀登 失目风 難度就在于他孤立无援 而且一旦到达海拔 七千公尺以上 氧气的浓度 只有平底的四成 体力负担是 零大考验 二次指头是大事 我说了很难 我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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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历程四度挑战 单人无氧攀登 圣母风时 旧支指头被冻得发黑 紧急送回日本治疗 但为时一晚 只能截肢 只剩下右手的大拇指 经过漫长的復健 他重拾了基本的生活能力 一般人到这早就放弃了 没想到他三年之后 五度挑战圣母风 一直登山家成为了他的 伤身套 虽然勉强可以抓东西 但是用冰符 动作却不再俐落 即便又失败了三次 他不放弃 回国后不断奔走 银长拉赞住 只为了再回到这一块 梦想的胜地 历程今年第八度 沾战圣母风 不料却成了最后一次 录下这一段话 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因发烧 身体不适折返下山 迷都久变成一具冰冷遗体 在梦想登上的高山 或许真的无憾 并如此走到生命尽头 未免低撞 更叫人不胜心虚 日本虽从此少了一位 结束的登山家 但他经历的信念 不懈的精神 并继续鼓舞着世人 征服梦想 谢谢你 收看今天的云端事节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